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时得到最新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今天下午的讲话中呼吁中国人民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向 并且将阐释川普政府全力应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将于周四下午发表的演讲稿件 蓬佩奥先生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徒 蓬佩奥不再明确呼吁更换政权 而是敦促盟国和中国人民与美国合作改变共产党的行为 蓬佩奥计划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演讲中说 共产党比任何外国敌人都更害怕中国人民的诚实意见 蓬佩奥先生在草案中表示 美国必须与中国人民接触并且赋予他们权利 这一篇名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演讲 为最近几周高级官员的一系列演讲划上了句号 这些讲话聚焦于川普政府所认为的中国积极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所带来的挑战 毫不妥协的言辞伴随着政府对北京施压的上升 从制裁到军事演习再到诉讼 而两国关系已经螺旋式下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本周川普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 命令中国在周五下午之前关闭其驻休斯顿的领事馆 指责中国和其他外交使团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和签证欺诈 而北京已经发誓进行报复 为日益增长的贸易技术和全球影响力方面的冲突 增加了一条新的战线 蓬佩奥先生在演讲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休斯顿领事馆的关闭还有任何可能的报复都将由北京决定 他说美国走出这一步是国家安全所必须 并防止休斯顿地区敏感的能源和医疗保健企业的知识产权被盗窃 他说我们现在是美国几十年来没有对中国侵略作出回应的反弹 他将美国的政策描述为 努力恢复政府认为不公平的向北京倾斜的关系的再平衡 蓬佩奥先生批评北京限制在美国的在华外交官 阻止他们与立法机构的成员还有其他人士会面 他说这是川普总统说过的不对等的行为 这是不可以接受的 政府对于北京的高度关注与川普总统连任竞选中 对中国的强硬信息是相吻合的 而这也与他在二零一六年竞选时的信息类似 作为总统 虽然他的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挑战北京 但川普先生有的时候也会避免与习近平直接对抗 淡化分歧或者是人权问题 在贸易谈判期间尤其如此 该谈判以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结束 而协议要求中国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购买 蓬佩奥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抗中国是总统的长期政策 也是国会两党的优先事项 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允许制裁中国的立法 他说美国人民不会允许我们的经济工作人才被中国共产党所窃取 许多世界领导人都批评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单边主义 最近几周华盛顿看到主要盟友接受了他们对于中国更强硬的态度 北京对于大流行的处理 对香港公民自由的打压 对新疆穆斯林人的大规模拘留 以及最近与邻国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脉边境的对抗都推动了这种努力 而本月在美国的强烈游说之下 英国宣布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制造的设备进入该国的5G电信系统 因为美国称该公司构成了安全威胁 而华为否认自己确实如此 在与中国军队的边境冲突造成二十名印度士兵死亡后 印度在上个月禁止包括社交媒体平台抖音海外版 还有微信在内的数十款中国移动应用 引用了类似的国际网络安全问题 而在演讲稿中 蓬佩奥先生还敦促志同道合的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协调施压 在演讲稿中他说 我们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必须以更加有创意 更加有自信的方式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行为 因为北京的行动威胁到我们的人民和繁荣 他说不能被甜言蜜语说服改变 此前蓬佩奥在访问丹麦时说 我们正在就中国共产党如何表现制定出明确的预期要求 他说当他们没有做到时 我们将采取行动 保护美国人民 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国家安全 并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就业 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 在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也表示 川普政府采取关闭中国休斯顿领馆等果断措施 是为了对抗中国对美国的挑战 包括中国针对美国公司的商业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 以及中国利用美国的学术自由环境 和对留学生的欢迎态度 来窃取美国大学的敏感技术 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上个星期七月十六日 在位于密西根州的杰拉德福特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时表示 在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经贸关系后 美国人需要重新评估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 他说为了未来的自由与繁荣 美国的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必须合作抵抗中共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努力 并且抵抗中共的腐败和独裁统治 而巴尔在预告蓬佩奥这次加州演讲内容时表示 国务卿将就中国对美国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发表总结性的演讲 而蓬佩奥将在美国西岸时间下午一点四十分开始讲话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四点四十分开始 届时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现场节目 将为您进行现场的同声传播以及点评讲述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新闻行业有关的一条消息 根据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方面近来加紧加强对言论的管制的时候 网络的监管部门现在又传出消息要整顿互联网 而这次行动针对的就是新闻类的商业网站 还有社交媒体的账户 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 也就是我们说的网信办 在今天表示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 扰乱网络传播秩序这样的突出问题 网信办决定从七月二十四号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新的行动 打击独立新闻提供商的社交媒体账户 网信办在其网站上的声明中表示 这次整治重点有六大项 包括整治商业网站平台 手机浏览器 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 转载非合规稿件源头等问题 网信办表示通过对六个方面的集中整治 要重点解决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 追逐商业利益 炒作热点话题 搞标题党等现象 促进网络传播秩序明显好转 网信办还说要规范在线的论坛和直播讲座 推动媒体网站传播正能量 近年来中国执行了更加严格的网络审查规定 新的立法限制了媒体渠道 并且对媒体网站采取了严密监控 推动开展删除被当局认为不可接受内容的运动 早在今年六月 中国有十家网络直播平台 因为存在所谓的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 被当地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 并被分别采取了暂停新用户注册等处置措施 当时网信办说主要的网络直播平台 普遍存在着生态不良现象 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低俗庸俗问题 包括言行恶俗 主播衣着暴露 借助免费网课推广游戏等 而中国似乎每年都有对所谓的低俗内容进行整顿 但是这对问题似乎没有解释 不过当局同时也针对任何有政治性的言论 大力普杀严厉整肃 有学者说青年是中国网络直播的主体 他们为了吸引流量尽快成为网络红人 就要走低俗路线 美方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 这完全是恶意的污蔑 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这是在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 针对美方的物理行径 中方必将做出必要的反应 维护正当的自身的正当权益 英方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 执意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上 搞政治操诺 公然违背承诺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横加干涉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由于英方违反承诺在先 中方将考虑 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 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使用虚假身份 护送中国旅客到包机登机口 请问中方对 新华news